难得的星期天广志悠闲地躺在家中 然而美牙却让他帮忙出去买些东西 广志说到今天放假 想好好地休息一下 美牙见状表示他自己去买也可以 不过广志要在家帮忙照顾小葵 洗衣服还有打扫房间 实在没办法父子两只好乖乖就饭 随后在路上正好遇到了封奸他们 几人邀请小星一起去公园玩 哎呀 这男要找我出去玩呢 我这是个最爱的男人啊 不仅如此他们还让广志陪他们一起玩 看到小朋友们期待的眼神 纯真的让人感动 广志不忍心拒绝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随后众人来到公园玩鬼抓人的游戏 广志随即就被安排当鬼 游戏一开始广志一不小心就玩得太上头 接下来阿呆提议玩躲猫猫 广志还是继续当鬼 几小只赶紧找地方藏好 小星这个老六却不按套路出开 紧接着游戏开始 广志立马第一个找出正男 接着就是妮妮 随后就是阿呆还有封奸 很快大家都被找到了 最后只剩下小星 然而小星这个老六可以没那么好对付 广志四处寻找个遍还是没有找到 无奈之下广志只好投降 最后几人指向广志的背后 原来小星一早就藏在广志的背后 接下来妮妮提议玩超真实办家家酒 终究还是躲不过 妮妮扮演酒馆的女老板娘 封奸扮演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小星则扮演小老板娘星子 阿呆扮演酒宝 正男则是店里的招牌猫咪 最后广志则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我们每个人为了守护自己心爱的东西 每天不管怎么样都咬牙拼命地努力工作着 妮妮见状瞬间惊呆了 感叹比超真实还要更加写实 就这样玩了一天 回家的路上广志抱怨说 好不容易的假期还是没能好好休息 啊 忘了去买东西了 你说不容易啊